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大陆有一个名词叫做老赖,专指那些欠了别人钱不还的人,又或者是成为了失信人,没有钱还的那种人。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有机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老赖,甚至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整个中国政府,因为借的钱太多,债务没法还。 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根本就不可能还。 南华早报在早两天报道,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川在网上发布了武汉大学的教授调研,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经成为常态,政府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老赖。 他用这个标题作为文章,出了一篇长文。 他指出,中国地方的债务问题已经撕裂了维系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信任体系。 日益恶化的地方债务已经导致了治理危机。 这位冯川副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贵州有一个县级的行政区,土地财政是1亿人民币,土地是地方政府借贷时最主要的担保品,或者是抵押品。 该县的债务高达80亿,土地连每年的利息都不够负。 县长直言,还是没得还的了,最多就是还利息。 意思是说,他的土地预计卖地的收益有1亿左右,但是他竟然欠了高达80亿的债。 这样要还多少利息?80亿亿年的利息是多少? 还两厘都不够,还两厘都要1亿6千万。 现在大陆的利率就算再低也没有两厘那么低。 县级行政区只还利息不还本。 是失信于银行业,然后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又向辖下的乡籍行政区开刀。 河南省就有县政府向辖下的镇许诺资金补偿是不到位。 山东省甚至有县政府拦截下层镇的税款,就是明抢,并拖欠这个镇的税款分配。 县下下辖两个镇高达1.7亿人民币,就是他们自己没钱,就去抢镇政府的税收。 今年2月份,有企业主指控,为贵州省路盘水市承建了项目。 合同写得很清楚,应该要付2.2亿人民币。 但是水城区政府却赖账,只是付了1200万而已,连打一折都不到。 而且向政府追债,竟然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 冯川的调查显示,在没有下辖地方政府的乡籍行政区,有乡镇干部索性扣起了公务员的奖金来还债。 现在是扣起公务员的奖金,以后不知道又会扣起谁的工资。 公家的钱会不会扣起来还债? 养老保险会不会扣来还债? 很有可能。 尽管近期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受到北京的关注,但是因为数额太大,而且持续膨胀,欠的钱越来越多。 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地方债的总负债额高达41万4千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涨了14.3%。 而且还没有算那些隐性的债务。 什么意思? 就是城投债还没有算下去。 什么是城投债? 就是地方政府他们依靠土地财政,卖地是他们最大的收益。 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些城投公司,目的是当地皮没有人买的时候,他就自己买回来,然后找银行融资,然后政府做担保。 这样银行一定会借给他们,他们自己做庄,炒起自己的土地,然后用来建房。 所以被称为城投公司。 结果这些公司越欠越多。 根据摩根大通在今年年初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城投债高达人民币90多万亿。 相当于14万亿美金。 大家没听错,14万亿美金。 现在的汇率是7.2多一点,本来是90多万亿。 现在算上人民币贬值,已经欠了别人100万亿了。 非常夸张的数字。 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浩大喜功。 全是面子工程项目。 比如建一些很宏伟的市政广场。 很奢华的建筑。 政府大楼等等。 冯川的访谈之中有一个县长直言。 说这些建设其实是来自政治压力。 比如为了美化当地的生产毛额。 就是GDP。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不能落后于其他的县,这样才能确保它的前途。 就是说在任内一定要搞很多基建。 如果被临县临镇比下去,那我还怎么见人? 所以就有很多穷困地方的县政府。 镇政府,他们建的办公楼好像白宫一般宏伟。 越是穷的地方就越是离谱。 现在地方政府成了老赖。 那地方还怎么做生意? 所谓民无信不利。 当连政府都没有信用的时候, 谁还会相信你? 今年年初, 中央政府下达了一个命令。 说今年不准再建一些无效的建设。 例如,一个地方本身已经有几座桥了。 但是又再建一座。 实际上就是用来充GDP。 充GDP当然是对主政的官员有利。 你看我任内GDP上升到多少多少。 第一任的官员一上任又要多做一点。 所以就有很多重复无效建设。 甚至还产生大量的腐败。 一个地方本身人口没有那么多。 但是却要建一条高铁。 高铁这一块有着很大的腐败。 连日本这么先进的地方。 高铁也不是全部都赚钱。 有很多地方的高铁都是亏本。 只有一条东京大阪线赚钱。 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的高铁也是只有北京上海线赚钱。 其他全部都是亏本。 试想一下。 当所有的高铁线都亏本的时候, 那些债务由谁来负责? 最终还不是有老百姓来背吗? 现在不只是老百姓背负的问题, 而是造成大量的浪费。 我一直都在说, 推动中国经济的实际上不是什么出口。 投资和消费, 这些只是表面上的。 中国真正的经济其实是贪污。 浪费。 诈骗。 这三样才是使得中国的GDP不断上升的原因。 也是这三样在推动着整个中国的经济。 光是建造高铁就花了几万亿。 中间牵涉到无数的浪费。 还有高铁衍生出来的维修等各方面也要花很多钱。 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的高铁停运了。 根本就没钱。 连电费都交不起。 票价根本支撑不了。 日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子弹火车。 但是日本也不会去大力发展到全国都是。 原因就是没有这样的需求。 人民负担不起。 成本实在是太贵了。 还有就是在海外。 人们不是不想去建。 而是成本效益太低。 他们建了之后会亏本。 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 但是中国浪费起来根本无所谓。 因为他们浪费的不是自己的钱。 而且透过浪费。 中间还可以中饱私囊。 贪污。 这个才是问题的癥结。 中国要搞一单工程。 中间会牵涉到多少贿赂贪污腐败。 真正到企业的手就根本不多。 企业为了赚钱。 他们只能够偷工减量。 只能够剥削工人。 这样就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物业或者是建筑物偷工减料。 会危害到老百姓的生命。 建了一座桥会突然倒塌掉。 江西有一个凤凰古城。 当地建了一座陀江大桥。 结果就在开幕前倒塌了。 还没有通车使用。 因为质量太差了。 这样的工程在大陆有多少? 可能到处也是。 这个案例可能比较夸张一点。 因为还没开始使用就倒塌。 那有多少是建了没多久就倒塌了。 多得不得了。 还有就是中国的学校质量普遍很差。 学生在训练。 结果整个体育馆的天花板塌了下来。 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中学。 有一队排球队还是省队。 他们在体育馆练习的时候。 天花板突然间倒塌了。 结果死了十多人。 整队球队全死光了。 这些案例在大陆天天都在发生。 这就是质量问题。 应该要花钱的地方他们不花。 不应该花钱的却在乱搞。 包括建很多政府大楼。 坐坐都比白金汉宫漂亮。 坐坐都像白宫那么宏伟。 坐坐都像皇宫那么漂亮。 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需要。 但是他们一来要顾及领导的面子。 二来又可以中饱私囊。 可以贪污。 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 什么东西都要从中割一刀。 什么都要贪污。 连建学校和医院都要贪污。 这样子又怎么会好起来? 当然。 乱花钱也是从中有大量的贪污。 乱花钱是政府欠的。 政府现在债台高筑。 没钱还。 当政府成为老赖的时候。 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信得过? 做政府工程。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稳赚不赔才对。 结果你去要账竟然会被抓去坐牢。 这种事全世界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一个国家没有了信用。 你还凭什么叫人来投资? 人家恨不得多长两双翅膀。 赶紧非走算了。 所以现在外资全部走人很正常。 只有白痴才会不走。 一般的中国人皆政府了工程。 按理说肯定是稳赚不赔的。 结果不但钱没有得收。 而且还要被抓。 这样子谁还会跟你做生意?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亏本又会丢掉小命的。 谁白痴谁做?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实。 政府竟然成为了最大的老赖。 最大的失信人。 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